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发汗和外胆 我是陈韵之中医师 这里的讨论大部分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为主 发汗是身体自然散热的机制 并且在身体代谢和运作的过程 确保体温的平衡和稳定 人的身体需要维持一定的温度才可以正常运作 身体在正常代谢的过程也会产生多余的热 这些热能无法被身体再利用 是需要被排除体外的肺热 人体的皮肤具有代谢和排除肺热的作用 皮肤可以快速并且有效率地将体内的肺热散出 在身体机制正常的状态 皮肤会进行发汗 藉由汗水排出肺热和相关的代谢物 这个过程和机制如果受到阻碍 身体会很容易产生主观觉得很热的感受 主观感觉热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吹风 穿比较少或是吃冰凉的饮食 让自己主观感觉比较不热 这样的错觉从身体的发汗机制受损开始 就已经开启一种恶性循环 并且在吹风穿比较少吃冰凉饮食的过程当中 让身体反复受寒 潮凉以及累积大量外感 外感属于外来的身体影响 在皮肤的部分通常属于环境温度的影响 对现代人来说 外感通常属于外在的温差感寒 或是饮食进入体内的温差感寒 外感累积在皮肤表面 容易让身体对外在环境的温度感受失衡 无法适时觉察身体是否感觉寒冷 也容易持续造成更多累积性的外感 冰凉饮食进入人体的温差感寒 会导致体内感寒的细胞和组织 降低正常功能的活性 依赖其他还可以保有活性和功能的细胞和组织 维持应有的作用 这样的局部代常和范围会因人而异 但长期的体内感寒会逐渐影响其他的组织和功能 逐渐使得身体整体的状态弱化 也会持续影响身体的基本代谢 免疫能力和正常功能 刚刚提到 身体的自然运作会产生多余的 无法再利用的热能 需要靠皮肤的发汗机制排出体外 在身体进行代常的时候 过度的做工和产能 会让细胞和组织产生更多的热能 但这些热能不是身体正常功能运作产生的热能 这些热能一样也是肺热 或是中医会称作虚热的部分 身体代常产生的虚热 特别容易产生自己感觉很热的错觉 虚热需要适度的静态休息 水分补充跟通畅的皮肤机制 才可以有效率的被身体排出 但是大部分的人 在身体刚开始进入代常作用的时候 并没有自觉 于是经常是在身体已经进入很长一段时间的代常之后 才主观的感受自己有一些不舒服 对于现代人来说 身体代常是很容易产生也非常常见的问题 睡眠不足 熬夜 饮食冰冷 烤 炸 辣 或刺激性物质 比如茶 咖啡 或是烟酒 高糖 高油 高盐分饮食 以及单纯的疲劳 都会造成身体的代常作用 累积性的代常作用 即便只是轻微或是少量 日积月累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身体负担 身体代常产生的虚热 需要透过皮肤的发汗机制 才可以有效率的排出体外 但是当身体内外都有感寒的时候 皮肤的发汗机制往往是受到阻碍的 体内的感寒会降低身体脏腑经络的通畅 同时也会增加细胞组织的代常作用 体外的感寒会累积在皮肤表面 降低身体对温差反应的灵敏度 同时也会阻碍身体整体的免疫功能和能力 这些妨碍身体正常自然发汗的因素 会让体内虚热大量累积 使身体进入更多更严重的代常作用 同时也不断地形成自己觉得很热的误解 当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率的散热 主观的感受是很不舒服的 虚热可以引起各种情绪的不稳定 思绪不集中 压力累积 疲劳感加重 浅眠 无法入眠 甚至各种内在脏腑经络的问题 比如说闷脏 疼痛 抽筋 或是各种急患的加重症状 但是一个虚热内伤的身体 即便不能够有效率的发汗散热 这样的身体还是有可能流汗的 只是这样的发汗往往是属于冷汗的范畴 也就是没有足够散热功能的发汗 一个人可能很不容易流汗 或是能够流汗 或是很容易大量流汗 但是这些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状态 跟发汗的机制和皮肤散热功能是否健全 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同样的一个人的流汗状态 跟这个人身体累积的外感和虚热的状态 也没有绝对的关系 虚热对身体的危险性 在于主观感觉很热的部分 当一个人不感觉自己受寒 这个人就不会主动做一些帮身体保暖的措施 但是虚热的假象 会让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主观误解 让身体持续受寒而不自觉 这样的循环不断重复 可以预期的是 身体的虚热让这个人不知道要保暖、预寒 于是外感持续累积加重 体内的虚热就更不容易排出 这样的自觉很热 又会继续让这个人想要饮食冰冷 想要吹风吹冷气 想要穿更少 于是又继续反复累积外感 这样的状况会形成多层次的复杂性状态 体内的寒热夹杂越来越重 越来越深层 最后引发的问题 也会越来越不容易治疗 另一个虚热造成的危险 就是自觉主观性的假性精神充足 虚热的累积容易形成 身体长期待长的炎性状态 这样的炎性状态 不属于西医定义的发炎 也就是白血球的聚集 吞噬作用和后续的化膿或出血 但是虚热的炎性状态在中医来说 是一种热向 也是很容易化火的不稳定状态 化火的热向可能会引起一些类似发炎的现象 比如痘疹或是疼痛 例如嘴破或是牙龈肿痛 除了这些不稳定化热的状态以外 虚热也很容易让一个人误解自己是有精神的 于是反而会不知道自己需要休息 补充睡眠和水分 或是避开刺激性的饮食 这样的误解 很容易让体内的虚热和带长作用持续累积 对身体造成长期的伤害 虚热带长的状态还在持续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会自觉不太舒服 但可能会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或是主观问题 大部分都不会主动寻求医疗协助 但是当虚热带长的作用已经超过身体的能耐 这样的身体可能连带长的延性状态都无法呈现 反而变成一种虚寒怕冷的虚弱体质 但是在进入到这样的状态之前 虚热带长通常还是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于是当身体进入虚寒状态的时候 也代表身体的许多带长作用 已经远远超过身体可以承受的激转 等到这样的时候 治疗也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治疗的过程会需要一层一层的解开 以前累积的虚热、外感、带长和寒气 治疗过程也很容易体验到一些激转性的不舒服 这些属于身体机制重新活化的过程 往往都会比较辛苦 但都需要耐心和自主观察 逐渐获得改善 前面提到虚热的排除需要健全的皮肤激转 也就是运用有效的发汗机制将虚热排除体外 当皮肤表面有外感寒气 皮肤的发汗机制就不可能健康 虽然如此 可以发汗的皮肤通常还是比没有办法发汗的皮肤好一些 但先前也提过 皮肤发汗的状态跟皮肤有没有健康的散热机制 不一定成正比 虚汗和冷汗这种可以发汗 但是没有办法排除虚热的状态 同样也是很严重 而且需要时间去调理 虚热和外感对身体的影响 都会累积性的产生代常作用 形成自主神经系统的不稳定 长期的虚热和外感会让自律神经产生失调 也就是说 除了主观性的感觉误解之外 身体的代常机制和神经状态 也会越来越不稳定 在中医的调理当中 虚热和外感都是需要长期观察和治疗的要点 但是虚热和外感的问题 通常夹杂在各式各样的主数当中 从单纯的头痛 鼻过敏 睡不好 感冒 到各种酸痛 疼痛 难科和复科问题 或是脏腑的运行脊转 都很容易夹杂外感和虚热的成分 于是在治疗的层面 无论是从脉象或是肌肉筋脉的张力促整 都必须要考量到虚热和外感的问题 施行针灸或是中药的开力 也必须要理解到自己正在整治的层次 和这些层次应该优先处理的部分 人的身体是很精细也很复杂的系统 除了基本的脏腑、经络和脉象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作息和情绪、思想 也会影响和牵制身体的各种基转 于是在处理一个看似单一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背后的基转和各种身体能量的不稳定 都是需要持续关注和治疗的层次 前面有提到患者主动求诊的时机点 往往都是经过时间累积的问题和不舒服 严重到一个会影响到主观想法的时候才会产生 这也经常是形成诊疗困难的最大挑战 因为观念的导证和胃教 总是最费时也最吃力不讨好的层面 同时却也是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医疗专业 当患者愿意面对自己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 并且愿意尝试做自主性的调整和自觉 这样的医疗关系和存在 对于个人健康的责任和主观性 才可以达到真正有意义的提升 除了基本的观念和胃教传递 在中医的治疗 无论是使用内科的中药或是针灸或是上科推拿 也都很常需要处理累积性的夹杂问题 单纯从虚热和外感的多层次复杂性 就必须要一层一层慢慢的处理 这好比一团看不到线头的打结毛线 如果只是用力拉扯或是剪断 都不能真正处理问题 这些纠缠性的累积需要先稳定身体能量 让脏腑经络或是肌理脏力和神经传导稳定下来 这样在后续的治疗 才可以持续提升身体本身的基转能量和基本健康 使得身体状态越来越稳定 这样的身体在未来受到刺激或是接触到致病因子的时候 才能够有更多的基础能量去应对 基主的外感和皮肤机制的保养 可以参考发汗练习的文章 这是一个在家里日常就可以做的训练 文章连结放在影片描述里面 有需要可以参考 回到虚热和外感 虚热和外感的累积 会形成各种程度的自律神经失调 身体机制的长期待长 还有细胞和组织的紊乱 细胞和组织的紊乱 也包含各种紧绷、静卵和后续造成的功能失调 这样的状态会引起更复杂的神经反馈失序 以及功能受损 也通常表现出多层次的累积和夹杂 这时候就必须要逐渐的、有秩序的 让这些缠绕性的问题解开 让血液循环、氧气供给和神经传导恢复正常 身体状态和细胞组织的功能 才能真正的康复 之所以会这么强调身体的问题层次 和整治达成的稳定度 是因为身体在不同层次的问题导向 会在很细微的部分产生不同的隔阂 像是同一块肌肉或是同一份组织或脏器当中 还可以继续细分出不同的问题区块 这是身体在受到伤害或是长期待长下来产生的结果 但是如果在整治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细分这些区块 那么身体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就需要使用大量的储备能量 来让这个身体自己想办法去跨越这些区块隔阂 这样的状态下 身体可能可以自己连接好有问题和没有问题的区块 但是也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做好这样的连接 在没有办法达到自行连接的时候 身体就会把问题继续往更深的地方埋进 直到身体有一天有足够能量去应对 才会再将这个问题呈现出来 但往往实际上看到的结果是身体没有能量去做应对 同时也没有能量保持这个深埋的状态 于是问题反而是很严重而且很突然的显现 造成患者本身以及临床诊治的难题 于是诊治的过程我会一直强调身体状态的稳定程度 这样才可以在层次和层次或是区块和区块之间 重新导正身体真正的功能和通畅 例如先前提到的血液循环 氧气供给还有神经传导的作用 这样的诊治才可以真正辅助身体恢复良好的功能 这里提到的稳定跟身体的强弱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有些人的体气状态偏弱 但是只要能够维持稳定 这个人的体气就有机会慢慢变得强壮 也有一些人的体气状态比较充足 但是如果调理不稳定 这个人的症状或是不舒服的程度 可能会以比较强烈的方式展现 所以无论一个人本身的体气条件和健康程度 身体能量的稳定度还是最首要的重点 虚热外感还有冷汗和虚汗都很容易引起现代人常见的虚胖问题 功能不健全的组织很容易有代谢能力不均匀 或是整体健康程度下降的问题 这样的整体代谢能力和功能维持会比健全的身体要来的少 整体的功能和代谢的稳定度也比较差 容易会有身体储备能量消耗太快 又经常来不及补齐的状况 这种耗损跟所有累积性的问题一样 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和保养 很容易持续变差 变得容易疲劳 呼吸变浅 容易感受压力 情绪和思想也容易受到影响 除了可以利用发汗练习 让身体的皮肤机能恢复之外 也要避免低于体温的饮食 尽量摄取原型食物和原味食物 高油、高糖、高盐分 以及烤炸、辣的刺激性调味也要避免 虚胖的身体很容易有抛肿或是没有外伤 但是视觉上容易产生浮肿 身形肿胀的感觉 从身体内部的组织 脏气的功能不均匀 到皮肤表面的寒气影响 都会对肌肉、软组织和淋巴系统 产生功能性和神经性的不协调 这样的身体为了维持基本的功能和运作 往往会借助其他组织和细胞的代偿作用 因此形成一系列不健康的代偿路径 并且让身体产生各种紧绷 无力、静卵和松弛的状态 这样的虚胖问题 这个部分在针灸治疗的文章可以参考 连结也是一样放在影片描述里 需要留意的是 脉线使用的针管会比针灸针要来得粗一点 因为针灸针是单一针身 而脉线使用的针是中空针身 利用这个中空的管位 把身体可以自行吸收的阳长线放置到穴位点 这里所说的阳长线是外科手术使用的 身体可吸收的阳长线 在埋线的过程 身体的内科状态和针对身形调整 有互相牵引或是相对呼应的地方 就可以一起运用穴位点来做处理 针灸埋线的治疗会比较强调局部的消毒 以及后续的注意事项 比如局部不建议涂抹保养品 也要避免泡在水里 而针灸埋线可能会产生的局部淤血 跟针灸可能会产生的局部淤血 通常都是因为带出生成的问题引发的淤血 可以让身体自然吸收 同时也可以观察身体吸收淤血的程度和时间 这样的形容是因为 我不会在做针灸治疗或是针灸埋线的时候 过度运针去做刺激 如果是额外进行运针或动针做刺激而引起的出血和淤血 那就会跟我刚才形容的状态不同 针灸埋线通常都会搭配中药条理 一方面可以维护体气让针灸埋线的效果更好 另一方面是可以持续调理体质 比如说肠胃道功能、代谢机能、睡眠品质和身体脏腑经络的气血运行 在腹泻软辩这支影片的减重章节 对于减重和身形雕塑的中腰开立和治疗原则 有特别做一些说明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 欢迎按赞、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 接下来是工商介绍时间 这个是宁性安神香包 里面有六种不同的香 分别是檜木、橙香、檀香、烧楠、艾草跟酱蒸香 成分和比例是我自己调配比较符合整体安神的作用 它可以放在枕头下床头柜或是包包里 注意不要让它受潮 这个是宁性安神精油喷雾 它含有六种不同的精油成分 有柠檬油加利、真正薰衣草、玫瑰草、大西洋雪松、花里木和乳香 搭配酒精做融合 这个配方也是我自己做的 融合度很好 但是使用之前还是建议把它摇一摇 使用方式和注意事项可以参考文章 文章的连结放在影片的描述里 这个是水晶玉石项链 总共有四种 分别是紫水晶、珊瑚玉、胡眼石和黑药盐 详细介绍和作用可以参考文章看哪一种比较适合 它们都是我自己挑选能量和磁场都很好的水晶和玉石 不建议带着它做运动或是水上活动 洗澡的时候也要记得拿下来 工商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少量制作 只有面胶 有需要可以透过脸书粉丝专业的讯息约时间 付费内容的Patreon平台 现在有自体能量塔罗 里面是整体的介绍和78张牌译 另外还有脉轮能量精油 是单支精油对应气脉轮的应用 我在推特也有每日塔罗牌的提示 有兴趣可以追踪 接下来是问答时间 有人询问我怎么知道季节精油使用哪一些 这里的季节精油指的是春夏秋冬的脉轮能量精油的影片 这些影片有提供精油的类型 如果想要实际的用量和配方 就要购买Patreon的付费内容 我挑选季节精油的方式 是透过季节的大气能量对应人体的变化 来选择哪一种精油气味 可以协助人体做衔接和缓冲的作用 这样的方式在比较一般的形容 可能可以用灵性气感能量这些用语来理解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透过训练和累积 包含自己要学会去辨识和内神 也要持续独促自己做思考和练习 才可以越来越精准 对于这方面的训练和知识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气感这篇文章 连结一样会放在影片描述里面 关于精油气味的实际用途和经验 我可以分享一个法国女生的案例 她是大学生的年龄 因为交换学生的关系所以来台湾 她一开始希望用中药调理一些不舒服 比如她一直觉得她睡得很不好 还有一种身体适应不良的感觉 一开始主要是用中药做调理 有时候搭配针灸 这样持续一两次效果稳定之后 她觉得身体轻松很多 明显比较舒服 情绪也比较开朗 后来她要回法国之前有特别来询问 有没有什么方式让她回家以后 可以持续这样的进展 考量到她不一定可以找到中医 所以我问她能不能接受使用精油 我帮她写了两个季节的配方 让她在洗澡的时候可以滴在角落 用水蒸汽和温度散发出精油的气味 有拿过我的精油配方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些配方的重点不一定在于 有没有觉得闻到味道 因为身体的状态可能影响这些观感 只要让气味做好发散的动作 身体还是可以接受到芳香分子的刺激和作用 我帮她写的配方 第一个是夏天用的 配方是柠檬油加利3D 甜橙2D 冬青2D 和香桃木1D 然后秋天用的是甜橙3D 香桃木2D 蒸蒸薰衣草2D 和迷迭香2D 她后来到冬天的时候 有写email给我 说效果很好 希望我可以再帮她写一份冬天的处方 所以说如果有熟悉人体的作用 还有人体跟大气能量的牵引和影响 这种方式也可以达到很好的协助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